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乔民与虎哥周席伟有约 我们这边是洛杉矶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刘淑婷 非常开心今天我们能够和在台北的虎哥有约 虎哥呢大家都知道 他是前台北县长周席伟先生 那么呢他在退出政坛 这样算起来有九年了哦 那所以呢这九年之中 差不多成前了九年 这九年呢他不但是一位画家 还是呢他种石花植草 种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绣球花园 而且呢他是非常的关注我们一些自然生态 那么这一位画家呢 成前九年之后 这一次为了挽救中华民国 跟我们在座所有洛杉矶的侨民是一样的 所以呢今天非常欢迎我们这一位 人家说韩国瑜铁打的真正的铁打兄弟 周席伟先生虎哥欢迎 好首先呢是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 台湾的选举为了2020 已经是铺天盖地非常的严峻的一个选战 这个选战呢打得非常的黑 抹黑很多 谣言很多 假新闻很多 而且呢让我们是非常的关切的 也就是呢这一次的选情 非常的让大家好像整体的社会不安 尤其我们看到蔡政府一直在操作 所谓的统独议题 而且一直在操作像是反送中这个议题 我们看到了香港非常的严峻的一个情况 也看到了暴民和警察之间的冲突 而且现在也发生了人命 这让我们非常的伤心 会不会台湾也走到这个地步 会不会台湾也沦陷变成了一个暴民区呢 这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事情 所以呢像譬如说前两天 村长和文山伯 他们才刚刚从我们美国洛杉矶回到台湾 在这路上呢我们就听说 他在直播的时候 他受到了生命的 等于说有枪杀的威胁 那这个新闻呢 竟然四次台湾都没有报 而是由我们美国报出去的 在这里我们就非常考虑说 台湾的治安 台湾的司法 台湾的这些 像未来的所谓的国安无法啦 或者是中共代理人法等等的 不合理的一些法案 如果通过了 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想请周县长 我们请虎哥来跟我们谈一谈 您对于现状台湾的这个 让我们感觉非常忧郁的情况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谢谢大家 今天能够有一个机会 跟大家来聊一聊 因为我一直觉得 中华民国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 法治的国家 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 都是积极想要维持这个制度 但这个制度呢 在目前的民进党 蔡英文执政之后呢 开始遭到破坏 而且这个破坏是越来越严重 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媒体上面 尤其现在铺天盖体的 所有的传播的媒体 他们几乎完全可以掌控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在于说 我们的国家的法治 你看陈水扁可以在外面啪啪照 不必关回去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法治到了 什么样的一个败坏的地步 更何况蔡英文的博士学历 大家也在质询了 质疑了 那总统专机走失焉的问题 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那修国安法 甚至想要修的中共代理人法 都是完全违反民主法治的 所以从这些事情上来看 就知道蔡英文 其实他们民进党 没有别的办法 反而走回到所谓的戒严 走回到所谓的绿色恐怖统治 在这次的选举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民进党下架 蔡英文下架 否则 以民进党现在毫无作为 经济也在衰退 教育文化环保 所有一切都在衰退的状况之下 他想要继续赢得选举 只有靠这种恐怖 跟这个暴力胁迫的方式来成功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 大家一起努力 我只想讲两件事情就好 任何的街头活动 任何的所谓的抗争 都要看两个标准 第一个 美国的政府单位是怎么执法的 欧洲的政府单位是怎么执法的 我们比照就好了 第二个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不希望有任何的暴力行为 有任何的表达意见都是可以的 但是有暴力的行为都不应该被许可 好 谢谢虎哥 谢谢虎哥 那么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 我们不知道正不正确 因为台湾的媒体 现在我们感觉是一言堂 我们非常想知道台湾的消息 可是不管是我们是在家里 我们美国这边订了Cable电视 或者是一些台我们必须要选择 但是这些的台 让我们所看到的台湾的消息 好像都是同一种声音 像是一言堂 我们所要得到的资讯 好像只能从一些YouTube 去找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那么在台湾来说 感觉像是一种媒体被控制 然后好像是发言权的自由 好像大家可以骂人 但是你真的要发言有一个自由的话 好像是有一种限制的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NCC 是一直在掌控着媒体 所以这个台湾的媒体 变成一言堂的这种焦虑 让我们海外的人也非常的焦虑 再加上像是即将可能要审过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过 中共代理人法 国安武法 还有像是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们 总统提名都是他们的人 还有大法官也是他们的人 绿色的人 还有所谓的检查单位 检调单位在工作的时候 好像也是看颜色办事 那这都让我们非常的忧虑 那么是不是在 对台湾的民众来说 我们这个年代曾经经过的 所谓的警总的时候 或者是戒严的时候 现在台湾也是这样吗 还是陆续的也会走进这个进程呢 其实里面我要跟各位讲的 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 也非常的严重 你刚刚讲的都是存在的问题 但是那看的只是一个表象 真正的蔡英文跟民进党的政府要做的 第一个是洗脑 让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 第二个叫做媒体的抹黑 因为他把所有其他竞争的政治对手 全部都抹黑 那么第三个 就是我们在现在台湾 已经没有真正的所谓的 新闻跟言论的公正性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 媒体的生存很困难 所以变成了媒体必须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有收入 但是经济又不好 整个环境不好 他的收入降低 所以许多的新闻的发表 都可以被操纵 都可以受到金钱上的影响 那蔡英文又在对于所谓的司法单位 也都是伸出他那一只黑手 去影响 在立法院 他们又是过半的立委 所有的法律 不管它是不是完整 完善公正 只要蔡英文跟民进党一下令 就通过了 大法官他们过半数 视线的结果由他们操控 所以你看看所有的社会上民主应该有的监督制衡的机制都上市了 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年轻人所接受到的教育 完全都不是事实 都不是真实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历史 错误的地理 错误的国家认同 错误的文化 就会灌植在我们年轻人的脑袋里 所以我讲 这个洗脑是非常可怕的 一定要在这次选举里面 让蔡英文下架 让民进党在立法院变成少数 然后再把这些所有错误的法律 错误的教材 错误的法治观念 全部要一次彻底的去把它改正过来 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就完了 我要讲是彻底的完蛋 因为已经没有一个安定的基础 已经没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甚至所有繁荣经济的基础 都被政治给破坏了 那我们要跟全世界去竞争 这样的状况是属于劣势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 真正大家要有一个决心 就是要下架蔡英文 让民进党下台 好的 谢谢虎哥 大家都说虎哥才是真正的 韩国瑜市长的铁打的兄弟 但是呢对于这个韩市长的选举的操盘 以及国民党其他立委的选举的操盘 其实也是让我们侨民很担心的 那么待会呢我们有许多侨民 他们有不同的问题和看法 也会一一的陆续和这个虎哥来表达 那么呢首先我就问一下 像这次韩国瑜市长他竞选总统的操盘 大家一直在议论的就是 副总统的重要性还有公布的时机 那您在回答的时候 我们也邀请我们现场的来宾 您有问题的话呢 待会就站在我这边 等到虎哥回答完毕之后呢 你们就可以来问你们的问题好吗 好那我请先 虎哥先跟我们讲一下 副总统副首的问题 这个问题完全由韩国瑜来做决定 许多人有一些话语不同的放话 我觉得都不好 不要给韩国瑜造成太大的压力跟威胁 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一个判断 毕竟他是他的副首 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副首的问题很重要 国民党的不分区也非常的重要 那国民党的理念是什么 国民党的政策是什么 国民党将来为大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这时候都要很明确地表达出来 但是这些事情 我觉得都远比国民党要团结起来 还是没有那么重要 国民党如果到现在还不能团结在一起 还要再四分五裂 然后互相再来 这个斗来斗去的 甚至没有全心全意全力地去帮韩国瑜来辅选 帮国民党提名的立法委员来辅选 国民党这场仗是很难打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注意到细枝末节的问题 真正要注意到的是 国民党是不是从上到下都是团结一心的 然后真正要去牺牲奉献 真正要去努力的 我跟各位讲 我只做一件事 就是随时都在国民党提名的总统跟立法委员的身边 随时跟他们站在一起 去对抗民进党 去争取选民的需要 把所有的时间 全力都要奉献出来 不要再去想任何的位置 在现在这个阶段 所有国民党辅选的人 不是被提名的人 都不要再去抢跟想任何的位置 全心全意地 大公无私地去辅选 国民党才会团结 如果国民党今天还有私心的人 还有人想要去想到位置的人 这些人我们都应该把它剔除出去 国民党现在的时机点 就是要牺牲奉献 就是要全心的团结 就是要去打败那个腐败台独的民进党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五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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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这边洛杉矶的庶民们 他们有他们许多的问题 或者是他们的意见 那我们先欢迎第一位 五哥您好 我是王永泉 思维同事 我想我今天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今天早上我们听到 吴主席要和郭台铭见面 那么这个是不是会打击到 国民党的士气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今天下午又听到台师大一位教授 林宝存说 国民党善于内斗 那么目前离开1月11号 还剩下100天 国民党的炮口准备什么时候 我们要开始对外 然后我们要 把韩国瑜送上 总统的宝座 谢谢 我觉得 党主席跟任何人沟通 我觉得都是好事情 但是要记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让外界认为 国民党到今天为止 对于提名的韩国瑜 还有二心 更重要的是 如果郭台铭先生 一直在破坏国民党的团结 一直在看不起国民党 批评国民党 国民党有什么必要性 去附和他 我觉得一个党 要有一个党的党格 要有一个党的理念 要有一个党的原则 与人为善 是政治上应该要做的事 但是当对方 要破坏你自己的政党 要去伤害你自己的 提名的候选人 要去羞辱我们自己的 党中央的中常委 那请问 有什么必要性 第二个我要再讲的就是 我没有在国民党的党中央 我现在只是一个老百姓 虽然我曾经参加过 国民党总统的初选 但是我跟各位讲 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忠贞党员 我也只是一个老百姓 但是我希望跟老百姓 站在一起 要求国民党所做的事情 是符合人民期待的 是要有格调的 是要牺牲奉献 是要有目标的 这样子的国民党党员 他应该要去影响到 国民党中央高层的决定 跟作为 我们现在不应该 再有其他的念头跟想法 让别人可以见缝插针 让国民党会分裂 因为这场选举太重要了 蔡英文如果不能下架 民进党如果不能输 中华民国就会灭亡 我们所有的民主法治经济的努力的结果 都不会再存在 这是我们的未来 我也跟各位讲 今天国民党的确 不够团结 不够有格调 不能够呼应人民苦难的要求 这是我们自己要好好去检讨的 所以我一个老百姓的国民党基层的党员 我要带着跟大家一起来做 一起来努力 做人民要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我这样回答您 因为我不能代表国民的高层 来回答您 我只是国民党的基层 但是我告诉您 我这个国民党基层的党员 是跟国民党绝大的多数的党员 是一样的理念跟想法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我们 一起跟我们来努力跟打拼 谢谢大家